其實我是很少上臉書 然後很少上網的 那大部分社運的部分都是從電視的資訊得失 所以之前我是那個會覺得 誰說為什麼可以這樣非法佔領立法院的人 然後後來 可是我後來發現越來越不對勁 因為媒體的報導 讓我覺得非常的偏薄 後來我就覺得 我應該實際上去參加 參加一些社運辦的活動 然後親自去聽他們 親身分享他們參與過程的一些生命故事 所以後來跑了幾場之後 我才發現 真的是很大的不同 跟在媒體上看到的 真的是非常大的不同 也比較了解 真正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也開始覺得 是應該要做一些什麼 雖然我可能沒辦法做什麼事情 但我覺得參與就是我的第一步 可以參與就是支持的第一步 然後另外一位 然後 我還 在當中我覺得我很認同一個朋友說的 就是 可能 社運、公民運動可能沒辦法 可能可以改變什麼 可能沒辦法改變什麼 可是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藉著參與改變你自己 我覺得 這句話對我來講 我其實還滿 感受還滿深的 因為 在這之中我覺得 我自己的觀念也不斷在改變 然後另外一位 然後另外一個方面是透過跟 透過參與活動 然後也感受到志工對 對 對 對社運、對生命的熱情 我覺得這個都是 這些精神上的那些東西 都同時的回饋到我自己身上 因為前一陣子其實我的工作 我自己也會嫌手低潮 可是我覺得從 從透過的參與的過程 我也獲得重新再站起來的力量 那 如果還能再說什麼的話 如果 我覺得 如果你對 社運 或者是什麼 有很多的批評的話 我覺得 你可以接 我會建議 可以多多參與 各種社運辦的活動講座 然後去了解真正的真實面 或許你會有一些新的角度 新的 新的觀念 好,謝謝